师傅 您看 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是不是勾起了很多您当初的回忆 是 相信11岁就已经开始进入下场这个行业 那肯定见过很多的名家 前辈 太见过 我待在这个剧场 叫太平喜悦 这个太平的后院啊 大把是卖艺的 说书的 唱戏的都有 有那么两个相声大会 一个是以于福寿为主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场子 陈子泉 陈子泉 马振华 叫马寿岩 陈子泉 韩二 马三丽 韩三 江先生跟侯宝林侯大是熟悉不熟悉呢 不是爸爸跟侯宝林合作的 侯宝林啊 在相声里头 他一个是手去一指 我们一块在七府孔庙的那个外边 他看见一个女的 对 多少钱 卖子这个 看了看 您问这个啊 您是买呀 您是问的 那我先问问 我问多少钱 买多少钱 那个卖的时候 问不要钱 问不要钱 我问问 吓人大师 我觉得就把这种机智幽默就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就白拿走了 没听说 那小偷呢 他第一次看我的师父 他第一次看我的师父 够帅的啊 我那就是啊 西服裤 焦皮鞋 打背头 那个我是二十三岁 我觉得师父 就是您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帅 有人说过您那时候特别帅吗 太有了 江先生觉得现在自己帅不帅 不管年龄 我仍然和我同龄的比我帅 我现在永远我认为啊 我是在七十岁左右 我没想到再往九十岁 你看这边这个 大概是二十七岁在唐山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漂亮啊 立丁 我觉得按我师父这标准 你说不了相声 谁说的 他一般说相声的都是难看 就都不是那么帅气的 就您们帅的 还得给我们这些难看的留点饭呢 我觉得 行吧 你吃你那个 你吃你那个 就师父您当时是不是特别 就追求这种比较新的表演方式 对 穿着大褂 西服裤 尖皮鞋 大背头 不想说相的 就这样说我 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自个儿喜欢什么 我爱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思想 我愿意这样 他应该是向上界 第一个穿皮鞋穿大褂上台的 说到江老林先生 我脑子里边总会出现四个字 离经叛道 其实这个离经叛道 这个话看你怎么理解 它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但是其实叫 遵法而入逆法而出 如果你一上来就逆法而出 您那就不叫相声 你一辈子遵法而入 您那个就是死了的相声 师父您看啊 我们今天这个 孝李向阳的节目啊 现场其实对演员是非常严酷的 就是说得好要亮灯 说得不好要灭灯 但是其实啊 可能正是在您那个时候演出 现场的观众可能情况更复杂 因为可能啊 现场观众会有说话的 会有走动的 您那时候如果在台上 遇到这观众底说话 不好好听 一个人声音特别大 影响好多人 有没有什么技巧啊 这个是经常遇上的 你在台上演出 他在台下说话 怎么办 我们开始先看看 何许人 我们的话开始就低 他说的话声音越高 我们越低 这个观众没听到台上说话 我听到他家的说话了 观众就替您说话 别说 这是我们预算的情况 得出这么一个级别 谢谢大家